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Hawad Content 马里兰 Hawad 现在正在进行中 8月4号 8月3号 那么Hawad Content 它是采用了一个跟其他不一样的 它是上传 就是说你先下载 把你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把要拍卖的文件下载下来 它这个标的都在文件里面 下载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上传上去 那么我呢刚刚已经上传完了 就上传完成了 那么它这个地方呢 你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你只能上传一个XL的文件 如果你上传了多个文件 那么只有第一个是有效的 后面的都无效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它本身是个价格往上拍 那么它就是说 如果两个人对同一块地出相同的价格 那么只有第一个人 就是随先上传的这个相同的价格 谁就先中 同一块地 大家都出一千块钱 那么随时第一个出价出一千的 也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把这个做好的XL文件上传上去 好 那我们看一下XL文件 它在这个下载了之后呢 它下载了之后呢 它大概是这么一个文件 好 我们已经下载下来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类似的这么一个文件 一个这条文件 它这里所有的表格都不能动的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填 这个地方可以填一个数字 这个地方可以填数字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可以填价格 这个地方可以填价格 填价格 你要拍拍拍拍拍拍多少钱 就在这里填 这里填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呢 就是它的这个评估价 它评估价 比如说它的评估价 你要评估价的 评估价的50% 就去点5 点5就是评估价的50% 点5就是评估价的50% 那么如果你写点4 就是评估价的40% 那么它这个 你这里不要写40% 你要写的话 只能写那个百分比 别写错了 最多就是一般点4.5 这样是比较正常的 但其他的都不能填的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表 那么这个表往里面填完了之后呢 你把它上传 上传在那个网站上面上传上去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么一个东西 包括像这样的数据 它下载下来的数据是很基本的 就是一个ID 一个名字 它的评估价 它的欠多少税 你要 还就没有了 它这个数据很简单 数据很非常简单 你这个 这么多数据 你让我怎么选呀 你让我怎么选 我这么知道哪一个好 哪个不好 比如说我要选有房子的 哪一 怎样是有房子的 怎样是没房子的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然后这个土地值多少钱 对吧 那这个就没没法选 所以呢 我们需要需要额外的数据啊 我们来看一下额外的数据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额外的数据啊 这个数据 你跟刚刚的数据 你比较一下 就会发现不一样 这个数据比较详细 你看 这是ID啊 这个是业主 名字 这是地址 这是评估价 评估价 那个是欠多少税 这个是溢价 最高是溢价多少 就是说超过这个HBP 这个叫High Bid Premium 就是高高拍的溢价啊 超过这个的话 你就要付那个溢价的费用了啊 所以尽量一般是不超过这个 超过的话 当然你超过也可以 你这里自己决定啊 然后我们我们看这里黄色的 黄色的这个你看 黄色的这个是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就是就是它的这个标的的详细情况啊 我们从这里可以打开打开 看到它这标的的详细情况 好 我们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 点一下这个 它就可以到这个详细的页面里面去了 看到没有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标的详细的页面 啊 这个SDAT的这个网站啊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要手手手动的去输入 那么很麻烦 那么我这样子一点就能打开 然后这里还有还有它的一个图啊 这里还有一个图可以看啊 这个图这个这个这个房子在哪个位置 它有个图 好 那么这个SDAT 那么我这里呢 这个数这个SDAT这个数据是我自己增加上去的啊 然后这个landland就是指这个是土地 这个这个整个地产房地产这个土地值多少钱 IMPV这个就是讲它的这个improvement 就是说它的房子都值多少钱 这是土地值多少钱 这是房子值多少钱啊 然后这里呢 有个use use就是说这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是啊 居住类型的 这个是townhouse townhouse就是那种连排小别墅啊 连排的小别墅 类似啊 这个地方 你看这详细这个是工业industry工业用地 这是townhouse啊 这是这是空洞 空洞就是那种楼啊 住在那公寓楼里面的啊 这是商业用地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信息就很详细 那么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 这是acredge 就是它的面积是多少 这是1万多个平方英尺啊 3万多个平方英尺 然后这个数据是latest deal date 就是最近的交易的日期 最近这个地产是什么时候交易的 那么这个数据有什么用呢 那么我们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地产 他如果是一个人 他在某什么情况下 他会不交房产税 或者说放弃他的这个土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年纪太大了 一个九十几岁 或者说八十几岁的人 七十几岁的人 他他都已经老得不行了 或者说去世了 那么这个人去世了 他又没有子女 或者说没有遗产继承人 那么他一个人孤劳 他一个人去世了 也没人知道 或者得病啊什么的 然后呢 房产税的这个通知寄给他 他也不会收 或者说这个人年纪太大了 六七十岁 他已经得了这个阿兹 阿兹海默症 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症了 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了 他也不会去收信 也不会去交房产税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有可能不赎回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拿到这个房子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 年纪大不大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得 得老年痴呆症呢 那么年纪大不大 有没有得老年痴呆症 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年纪越大的人 得老年痴呆的概率越大 因为现在西方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比例 比如说他比例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是得老年痴呆 百分之二十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那么我们就知道 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业主 他的年龄是多少呢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业主的年龄 当然你可以从这里 从这个owner这里去查 但是有些就比较麻烦 有些owner他是一个公司 或者说你光看这个名字 你也查不到他这个 他这个年龄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说latest 也就是说这个业主 他得到这个房地产 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房地产的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排序 我们可以做个排序 比如说我们把它做一个 好你看这个业主 最早是在1963年得到 这个业主在1979年 好那么我现在请问 这个业主在1963年 1979年得到这个房子 买卖买到的房子的时候 那么我们假设 假设他买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是30岁 假设他买到的时候是30岁 请问这个业主今年是几岁 我们来做个数学题 这个业主今年是几岁 我们应该怎么算 我们应该是要2021年 减掉1963 对不对 我们等于2021年 也就是说30加上 因为他假设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有可能 这个是在20岁的时候 就得到买这个房子 也有可能40岁买这个房子 但是我们一般分析认为 20岁的年轻人能够买一栋房子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他没钱 学校刚毕业 哪里会有这么多钱 所以一般购房的这个年龄的平均中位数 我们假设他是30岁 30岁其实也是定的比较小的 我们就把它定30岁 好 那么他买房子的时候是30岁 现在是2021年 减掉1963年 那么他今年是几岁 今年是88岁 看到没有 一样的 我们再算一下这个人今年是几岁 假设他是30岁 买房子 加上2021年 减掉1979年 他今年72岁 好 请问这个88岁和72岁的人 他还活着的这个概率 我们纯粹从数学统计上讲 他也有可能已经去世了 也有可能已经得老年痴呆了 也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了 也有可能已经住到养老院去了 也就是说他有很大的概率 他是收不到当地的政府给他发的这个催 催他缴碎的这个单子 他是收不到 还有或者就是说他收到了单子 他也不知道怎么缴碎 他甚至读书写字都不会了 得老年痴呆 反正各种各样的 所以说年纪越大 他越有越有可能性 那么年纪越大 那么他放弃这个财产 或者说不是他想要放弃 他是年纪太大 他没有办法去处理 他做出导致他不赎回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就是说年纪越大 他不赎回的可能性越大 那么也就是说 他这个最近的交易日期越小 1963年1977年越早的话 那么这个业主的年纪就越大 年纪越大 那么他就有越有可能不赎回 因此我就去买那些 最近交易日期比较早的 1980几年或者1990几年的这些 因为我们接着假设30岁 假设一般能30岁能买房子的也不多的 假设他40岁买房子 他40岁的买房子 那今年几岁我们也可以算一下 等于他是40岁买的房子 加上2021年减掉1987年 74岁了 你看1987年的交易日期 他已经74岁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人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然后他不交房产税 不赎回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指标来筛选 那么这个指标 在原始的数据里面是没有的 我这边是额外自己把它弄出来的 或者说花钱去搞到的这个数据 如果你需要 你可以跟我联系 当然这个我也是花钱搞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分享 价钱大家到时候再说 好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 这个这里有一个 这个地方 我们SF就是这个平方英尺 AC就是英亩 一般的我们要选择的呢 就是一个英亩呢 等于4万多个平方英尺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选了 这个数值是大于5000 大于5000 大于5000个平方英尺 最好是 如果太小 像这个 像这种就是汤号 就是很小的面积就比较小 像面积在这面积比较小 有些空地 它面积太小 它是造不了房子 面积太小 也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来做一个筛选 排序 你看 这是最面积最大到面积最小 因为面积最小的 你看0.15个AC 这里还有一千多个平方英尺 这就很小 这些都是汤号 是很小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 做一个过滤 比如说这里有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那么我只要选择居住用地 你可以用这个过滤 过滤 我只要这个其他都不要 我只要这个农业用地 公寓 商业用地 我只要这个居住型的 居住型用地 好 OK 好 那么我们这里都是居住型的了 那你其他的就不要看了 其他就不要看了 对吧 那么这样就可以帮你筛选 它有几百个标的 你怎么从几百个标的里面摔出 筛选出你所需要的呢 通过上面这些额外的信息 进行是个一个exual表格筛选 那么还有我们看这里 这里你看这里是零 这些都是空地 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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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空地 那么有些人呢喜欢拍空地 有些人呢喜欢拍房子 你喜欢拍房子的怎么办 你就选这里 喜欢拍房子的 你就选 选这里 选大于 大于零 凡是大于零的 你看 凡是大于零的都是房子 都是有房子的 凡是大于零的都是有房子 你要选那个价钱最贵的房子 价钱最贵的房子 它最容易赎回 你说 它价钱 这个造房子 这个业主 这个房子这么贵 这么值钱 它会放弃吗 越是贵的房子 它越不会放弃 越是不会放弃 它就越是容易赎回 如果你要赚它的赎回的利息 就选价钱贵的 好排序 你看 我排序了200多万 这个房子值200多万 值200多万的房子 你说它会放弃吗 它肯定会赎回 所以我就拍这个 200多万 100多万 选这些标的 基本上不要考虑了 值200 200万的房子 它肯定不会放弃 肯定会赎回的 这是99.99%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土地 你还可以经过土地筛选 当然我们可以土地 也可以做一个排序 你看土地 土地 这个土地值3000块 这个土地值3000块 那么我们我们 这么可以把前面这个 这个过滤可以把它去掉 我们把前面的过滤 把它把它去掉啊 好把这过滤去掉 然后我们按土地价格来排序 排个序 哎呀 这个土地 这个最便宜的土地值1000多块 值0 那么这个土地值一两千块钱 而且它上面是空地 没有房子 这种土地尽量不要学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土地不值钱 它只值2000多块钱 就算它不赎回 它也没有房子 一片空地 它很有可能是不赎回 不赎回的话 你就拿到产权 这个产权 我问你 你拿到了一个 值2000多块钱产权的 一块土地 但是你要去办这个产权过户 你要花3000块钱的律师费 你划不划算 马里兰州 过做这个forclosure 基本上都要两三千块钱的 这个律师费 你这个土地本身就值1000块钱 你再花个两三千块钱律师费 做过户 那你就亏了 知道吧 那你就亏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排序 那么我们选什么 我们反过来 我们选那些值钱的 我们选那些最值钱的 排在最前面 这个好 这个值66万 像这种地就好了 价值高 它肯定会输回 像这个地方 像这个你看 这里是这个地值32万 但是在这块空地 它是没有造房子 是零 通过这种方式 就很好 容易筛选了 那么你想再看一下 这个地在什么地方 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点进去 点进去 回车 好 变蓝色的 再点一下 然后它就跳转到 这个SDAT这个页面了 它就跳转过来 我们就可以去看它的这个 看它这个详情 看它这个标的的详情 等一下 这有点慢 好 我们看 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这部分信息 是汪先生 我额外自己花钱 把它增加的这个信息 我这个信息是非常有用 我觉得 因为跟它原始的这些信息来讲 信息太少了 你很难去做一个详细的筛选 比如说你要居住用地 农业用地 工业用地 你都不能筛选 但是我这里有 我这里就会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来筛选 是工业用地 我要说公寓 apartment apartment 我要选公寓 我也选商业的 那么都可以 那农业用地 都可以选 就非常方便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额外数据 是汪先生自己花钱搞来的 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系 好 那么这个白色的 这是基本数据 那么用这基本数据呢 确实是比较难筛选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那个出页面 有时候这个网络 这个VPN比较慢 从一刷一下出来 那看 这就出来再详细情况 然后你看地图 也可以这里点一下 就有地图 就有地图 地图 这里都有 这个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呢 是不是谷歌地图 你要看谷歌地图的话 你到这里来看 你要看谷歌地图 到这个地方看 然后把这个地图 把这个地图 打到谷歌地图里面去看 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这个是他的这个地图 这块地在什么位置 好 今天就讲一下这些东西 好 赛选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出价了 然后呢 我还有一些出价的一些小技巧 小技巧 小技巧 因为有兴趣的呢 可以继续看后面的这个小技巧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微信都可以 好 拜拜